小时候和弟弟在家看电视,里面炸的薯条吸引了我俩,那金黄酥脆的样子顿时勾起了我们的蝉虫。 夏日的一个午后,我和老弟开始了炸薯条之旅,我毕竟年长两岁,我负责切薯条,匹柴烧油,老弟到时候负责炸就行,忙活了一个中午。 当我把切好的薯条放在盆里时,弟弟有些不安的问我, 哥哥,我记得电视里的切的没这么粗啊,你这都快和我胳膊一样粗了。 我耿耿着脖子,辩解道,你懂个屁啊,粗的吃的时间久,一根顶那个好几十根,这样吃的过瘾,弟弟傻乎乎的点点头,把家里的大锅刷了好几遍。 在我要往里倒游的时候,弟弟又有些不安的说道, 哥哥,你和我都没有做过这个,我好怕出事情,老爹老娘也总提醒过俺们,不让俺们玩火。 我刚要呵斥他,但转念一想,弟弟说的也没错,我和他都是第一次做这个, 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未知,万一搞砸了免不了,又一次男女混合双打,得想一个既犯了错, 老爹又不舍得下手的计策来,我思来想去,眼珠子滴溜溜乱转,鼓里传来老爹午休的呼呼声, 我脑子瞬间一道闪电击中,老爹这两天热感冒特别严重, 今天中午喝了不少白酒,美名其冤发发汗,突然想起前几天从城里回来的二哥, 他那天对我们吹了一通牛逼,说城里有个蒸桑拿的地方,那个屋子里可以加热, 当你忙碌了一天,或者感冒的时候,去那里蒸一蒸,保准你神清气爽,去有解法。 虽然当时一知半解,但是大概意思还是听了个明白, 我和老爹抱着柴火进了屋,又去院子里,把冬天采用的地炉子搬了进来, 上面架烤大锅,我咕嘟咕嘟往里倒油时,心里得意的不得了, 哪怕薯条炸糊了,我也会理直气壮的说,我一切为了老爹,为了给老爹蒸桑拿,去感冒。 哎哎哎,有药留了,有药留了。 弟弟慌忙的把我思绪拉了回来,我赶忙停下了动作,望着一波的色拉油, 我是既兴奋又期待,老爹在炕上呼呼大睡,完全沉浸在了梦里, 嘴角还挂着几滴晶莹的哈喇子,我伴随着弟弟的高呼吃鼠条落,点起了炉子, 我和我弟为了保持桑拿房的特性,还把家里的窗子河门都死死的封上了, 炉子的火腾腾的烧着,屋子里的温度恐怖的上升,不一会, 我和我弟满头大汗,衣服都湿透了,由于环境封闭, 炉子的烟也排不出去,时不时往外飘黑烟, 不多是屋子都黑了,我也不知道油温多少合适, 大概又烧了一刻钟,油从开始的噼里啪啦变成无声的冒清烟, 当时的油温已经达到了180左右吧,最后感觉应该差不多了, 才让我弟放红薯,我还留了个心眼,我怕放的时候油溅到我, 所以我离远了一些屋子黑烟翻滚,我弟脸上汗水粘着烟灰, 就像涂了黑米彩一样,这次抱着红薯的盆子也是有些害怕, 一下子泼进了油锅里,然后我就看到不少油被泼了出来, 一股股清烟浮摇直上,然后轻微的呼一声, 锅里和外面瞬间燃烧了起来,我弟反应有些慢, 当即头发就烤没了,妈呀一声跑一边开始拍脑袋, 我也快吓尿了,屋子里黑压压的熏的人睁不开眼, 温度烤的人都快化了,我这时才想起我爹还在床上呢, 然后摸索着往床上摸,我爹刚开始那回呼噜打滴还起劲, 这回已经脸色憋得发青嘴唇发紫,我一看我爹这是缺氧了, 赶忙对老弟咆哮到你他喵的别拍脑瓜子了,赶紧找东西无火, 我去找水,我弟也不知是没听清还是吓傻了, 看我在我爹那,以为要误我爹,三步两步窜床上, 拿起枕头就闷我爹脸上了,我也二逼式的在角落里摸到一桶水, 然后冲着油锅就泼了过去,油浴水一瞬间发出一声让人牙酸的撕拉声, 火不光没有灭,而且更旺,门光荡被人踹开了, 我妈如同天使一样站在了门口,她周身闪闪发出灿烂的光, 我们惊呆了,我妈也惊呆了,我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弟拿着枕头死死的捂着我爹, 然后又看到我在炉子边正准备用扇子扇索, 她以为我们这是要害我爹,三步两步走了进来,一巴掌给我弟抽飞了, 然后拽起,我爹就往外拉,我赶忙扔掉扇子,去床上把我弟也拽了出来, 老妈根本没管屋子,然后在外面给我爹压胸部, 做人工呼吸,又抽了我爹十多个大嘴巴子, 我爹这才吐了一口黑烟悠悠转行, 我妈看他醒后,开始拿盖子去盖火, 又把衣服投湿了扑灭屋地上面的火, 全程老妈呼吁,从就我爹到灭火一气呵成, 中途没有和我们讲一句话, 我和我弟我爹三个黑鬼躺地上面面相去都傻了, 我爹一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 然后他有气无力地问摊在地上的我和弟弟, 你妈是不是生炉子呢,怎么这么大的烟, 嗨,我感觉我胸口太闷了, 我弟眉毛都眉了, 然后哭着说不, 不是, 爹是我哥想给您争, 争, 争桑桑桑拿, 我勉强对我爹咧嘴一笑, 然后轻声地说, 爹在进步, 有没有感觉浑身轻松了, 那天我记得我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, 还怕爹把门都关好了去, 我又油然记得昏迷前, 当我爹看着满屋子黑悠悠的, 又得知我哥俩差点把他火化石, 他久久不渝, 过了好大一会, 他去了院子里, 一阵叮当的响声后, 我爹拿着钢棍走进了屋内,